HELLO HELLO 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都很討厭收拾行李箱 我覺得收拾行李箱是一輩子都沒有收拾完 所以我每次收拾行李箱都很頭痛 我來加拿大之前就一個星期開始收拾行李箱 三副鞋子當然一定要戴 如果你有貓的記得戴你的貓 有狗 記得戴你的狗 因為氣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奇怪 覺得我身後面這個 骷髏骨頭是為什麼蠢 其實因為我覺得 我的背部好像很囂張 不如放一些東西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幫他加了頂聖誕帽 很有聖誕氣氛的骷髏骨頭 今天其實我想說一些 比較情感上的物件 我帶了什麼來呢 雖然今年 不能跟香港的朋友 過聖誕節 不能大家交換禮物 但是我臨走之前 他們送了一些很有意義 的祝福給我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有店鋪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 描述中 首先就是兩件 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的T-shirt 其實我是一個不折不扣 香港的本地疆 我很驕傲自己 在香港長大 香港成長 香港做事 我記得以前 我買了這件 2個小時後 所以當朋友送這件 由一個網上店 叫做貓毛 所做的T-shirt 給我的時候 我看到香港製造這幾個字 我就會心微笑 然後跟你說了一句 對了 是我們了 是我們這一群 Made in Hong Kong 很喜歡香港的人 所以我收到這件衣服之後 我就帶過來加拿大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相框 傷棄了去珍妍總之 那你在片頭那裡 其實看到是跟我其他 香港的相片 是放在一起的 那我是每天都會看到 那 算是有時候 解我一點點 空色的 那另外 貓毛呢 其實他們還有做 杯套 Hoodie 布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上去你的網址看看 第二件呢 就是這個 寫著Mamba Forever的T-shirt 其實我從小學開始 已經看Coby打球了 到我出來工作了幾年 自己存錢去美國旅行的時候 我人生看他打第一場的 家玩遊戲 我就覺得 完了我自己一個小小的夢 所以 我有一位在Nike做的朋友 知道我很喜歡Coby之後 他就把他自己這件 員工T-shirt 轉贈了給我 那時候 我知道是沒有公開發售的 我不知道 現在可以買沒有 但是現在這件衣服 也都 我用了這個相框來傷起了 嗯 對 我不知道說什麼其他事情 但是 這件衣服對我很重要 所以很感謝各位朋友 心心 好死不死 我剛才錄下影片的時候 我的Gimbo就沒有電了 那我就又去偷懶 自己去吃點東西 吃點薯片 吃點蛋糕 包學禮物 才回來 以下下來這一份 其實也很有心思 那 因為當你一群朋友 都是同路人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收到一些 很有心思 很適合心思的禮物 我手上這兩個小頭盔 其實他們是 蠟的香磚 他們也很香 我貼上牆的時候 不小心 整疊過去 所以他們現在有點 崩崩的 那邊位 所以大家都是看回 這間店的Instagram 而這間店之前還有一套 Halloween套 其實都蠻特別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繼續下來 就是因為我本人 是很喜歡一些 熊貓的東西 所以我另外兩位朋友 就送了一些家居小物件給我 那因為那個熊貓掛鎖匙 那個小擺設 其實我已經黏了 在我的櫃裡 我就沒有拔下來了 那 但是另一個 我很喜歡的禮物 你看我連拆也捨不得拆 但是這個DCK 竟然和我今天穿的衣服 是超級無力襯的 很漂亮 是一隻睡著的熊貓 超可愛 我是不捨不得拆出來 怕它會弄髒 最後一件事 就不是禮物 是我自己 在香港帶過來 因為那時候 我去了街招 搞的一個 關於偽紅燈的展覽 所以我買了這兩張照片 我就帶過來 掛起來 其實廣告街招 他們是用自己很多私人的時間 去拯救一些 偽紅燈的廣告牌回來 大家也可以去他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都留意一下 總括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送一些 小件有心思的東西 因為如果不是收拾行李箱 都很麻煩 但其實如果你都 想不到送什麼 我覺得都不用勉強的 我有另一位朋友 就是用了他自己的 手畫的卡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心意 今天說Ferrol Gift的部分 其實就差不多了 但是完結之前 我就想送一首歌給大家 還有送給我所有香港的朋友 分離從來不易 這個你我早已知 OK 就這樣 拜拜